美国航母紧急军演 90顿的军火也连夜抵达了乌克兰 就是军火给你了 老兄 再见了 你保重 你保重 就是这个概念 是不是 那美国国防部长说 美国的军舰的战略轰炸机群 随时可以往黑海前进了 但是增派部队只是拜登政府 混合选项的其中之一 又来了嘛 我的工具箱里面有好多好多的工具 我要拿出什么样的工具呢 但是老师讲得很对 第一个 你那么远就那么冷 对不对 然后第三个 就是说这些欧盟国家 最好你们每个人都出点力量 所以你看看光是军力 8500美军 12万俄罗斯军队 你觉得如何呢 还有包括这个经济制裁有没有效 因为最近有没有 这个美国又说 如果中共入侵台湾的话 美国会启动非常严厉的 经济跟金融制裁 有效吗 那你看看美国国务卿 光是连这个经济制裁都扭扭捏捏 那你经济制裁 相同不就启动呢 当然之前普丁有警告拜登 你如果现在启动这个经济制裁的话 怎么样 后果会很严重 那布林肯就说 不同意现在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 要比照打击这个中国华为等等 所以大家投票 美国援助乌克兰 听到现在为止 你觉得呢 是不是大家觉得很消极很缓慢 还是会觉得很积极很有效 然后也来投下票好不好 我看一下 就是乌克兰角力 你觉得谁会赢 美国会赢还是俄罗斯会赢 大千你觉得 这些事情关系在 美国根本没有打算要介入 所以美国跟这个乌克兰的整个的危机 它能够提供的协助 其实是相当有限的 我要先讲第一个就是 俄罗斯现在还在边境增兵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12万 然后他们还在持续增兵 最终大家预估可能会增到20万的部队放在边境 第二个重点来了 就是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的争议 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为北欧东扩的问题 就是北欧原本跟俄罗斯是有一个默契的 就北欧不会把过去这个苏联时代的 这些东欧国家的这些小国 一个一个纳入北约的范围 但是北约在最近这段时间 是大量的把他的势力往东扩 那即将就要把乌克兰放进来了 只要把乌克兰放进来 北约跟美国所有的这些防御性的武器 包含攻击性的飞弹基地 都有可能会射在乌克兰 这就是普丁这一次出兵最重要的正当性 他说他是为了国家安全 他说如果我不出兵 那么你美国或北约在乌克兰所布的飞弹 随时就可以射到我莫斯科来了 他说如果你美国都能够针对古巴危机 提出这么强硬的这个反制动作 你没有办法接受你家的后花园 被我们当年设置了飞弹基地 这个导弹基地的话 我们有什么理由去接受 让你们能够把这个飞弹基地 设在乌克兰 所以其实坦白讲 普丁出兵乌克兰 他有他一定的正当性 当然还包含了现在普丁在国内的支持声望 逐渐地下滑 所以普丁在每一次处理他声望下滑的时候 就是对外出兵 他上一次面临着执政危机的时候 他就出兵克里米亚 出兵完克里米亚之后 他的声望就立刻上升 因为现在的俄罗斯一直有一种底层的声音 希望回复当年帝国的荣耀 他们认为说俄罗斯被压制太久了 所以这种是一种民族主义的操弄 那么我要讲的是说 其实乌克兰现在跟台湾的民进党很像 原本这个麻烦你可以不要惹的 你就算不是北约 你就算没有北约的武器放在你的国内 你还是很安全的 所以真的很像 你看到现在俄罗斯这个动作 也刺激了这个乌克兰的民族主义 所以他们去年底的民调 说乌克兰有三分之一的民众 如果打来的话愿意拿武器上战场 是不是我们台湾也差不多 你现在看到的情况是一样 就台湾如果我们没有这么多 这个美国的力量的挹注 我们维持一个某种程度的灰色地带 台湾是安全的 台湾不会造成这么严重的 两岸的对立跟冲突 现在不会有这样的危机 所以今日的乌克兰 其实就是明日民进党执政的台湾 因为乌克兰的总统一直以为说 我要有保护 所以我就要拉老大哥来 可是他殊不知 老大哥不来还不会打仗 老大哥一来了 就变成老大哥跟老大哥的战争了 所以原本跟乌克兰的关系不大的 就如果你乌克兰维持一个中立的地带 也许普丁可以接受 他也不至于太过于步步进逼 那第三点我要提到的就是说 普丁之所以敢出兵的原因是因为 他的东部的顿巴斯地区 他基本上长久就是 这个信仰东正教的 跟俄罗斯的宗教很像 而且他讲的是俄语 所以事实上这个顿巴斯地区 他就算以兵力强制入侵 某种程度来说 那边的居民也不见得会反抗 也不见得会反弹 所以这现在是 你看到这个普丁跟乌克兰 在角力的过程当中 为什么会俄罗斯占上风的原因 就在于此 那更重要的是 你看一下美国的表态 今日的美国 今日对乌克兰的美国 就是明日对台湾的美国 大家就看看这样的一个案例 现在要放弃这个乌克兰 接下来 而且我觉得 之所以乌克兰的民众会愤怒 其实最主要的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是因为美国在处理 乌克兰危机的时候 他的处理的方式 是让大家有争议的 他在做日内瓦会谈的时候 美国只派一个副国务卿 所以乌克兰就派一个 这个俄罗斯就派一个副外长 这个一个副国务卿 对一个副外长 根本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然后当这个危机逐渐升高的时候 我们才看到了 这个布林肯要对这个俄罗斯的外交部长了 但是事实上这个僵局已经成型了 那第二个重点来了 在拜登的这个就任一年的记者会里头 当他被记者问到 你要怎么处理乌克兰危机的时候 他的回答是非常模拟两可 而且有很大的模糊空间的 他说要看俄罗斯入侵的方式跟规模 所以记者就会问说 那小规模的入侵 你就不回应了吗 就当做没这回事了吗 后来拜登自己发现他失言了 所以他随后马上开记者会 重新再做清楚的说明 这个失言真的是不得了的失言 已经来不及了 对 真的来不及了 因为大家会认为说 你所讲出来的是心理话 对 真心话 所以你根本不会出兵 是啊 然后接着第三步 大家觉得说 美国不愿意介入的原因是因为 当乌克兰跟美国求救的时候 美国做了什么处置 美国没有征兵 美国也没有号召北约征兵 美国说没问题 这样好了 我把原本要卖给波罗的海三小国的武器 先卖给你 这不就跟台湾现在一模一样吗 甚至到现在为止 我们还看到有所谓的交土论又出来了 对啊 之前也是叫我们台湾 打一场交土战争 说叫我们 对不对 我们连这个派出所都要设刺针飞弹 我曾经在这个节目说过 这刺针飞弹你美国要送我们吗 如果要送的话 我们每一个派出所都可以设 我家也可以收益 但是问题是 不是耶 是我们要拿钱去买的 所以美国没有出兵 美国反而只是把军购 又再赚了一手钱 而且最后一点 让大家最担忧的问题是什么 你美国怎么会撤侨呢 你美国现在的撤侨 跟你当时在 这个阿富汗不战而逃 是一模一样的动作 撤侨代表什么 撤侨代表说 这个局势已经很紧张了 随时战争一触即发 美国撤侨讲得非常的细 就是说跟美国公民讲 说趁现在还有飞机的时候 赶快走 趁现在还有飞机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美国根本没有能力 帮助乌克兰守住这一条防线 他看坏局势 他也没有把握 他也不打算守 而且更让乌克兰失望的另外一点 美国有五个战斗群 现在都在印太 就是没有调到黑海 调到其他的地区去 美国所有的战斗群 都在印太地区 那大家就觉得奇怪 那印太 为什么你要压这么多的 这个重兵力在印太地区 而你不愿意去救援 这个乌克兰 那么现在美国就希望说 北约组织去救 可是北约呢 他有北约自己的盘算 就北约跟俄罗斯 还有另外的一些 这个经贸往来 跟能源供给的关系 就如果真的一旦打起来了 北约可能有一部分的 这个国家是主张说 不要出兵介入的 那你说美国现在想说 好像唯一采取的方法 就是经济制裁 这对俄罗斯算什么 俄罗斯已经被美国 经济制裁很久了 是啊 所以你顶多就是提高 经济制裁的层级 现在已经够高层级了 你还能更高吗 你说欧洲 NATO这个北约要针对 俄罗斯进行制裁 可是不要忘了 德国的北溪二号的天然气 是来自于俄罗斯的 对 是 欧洲现在的天然气价格 已经涨了三四倍了 因为这个美国跟卡达的 天然气都很贵 俄罗斯的天然气便宜多了 所以如果今天 你把北溪二号断掉 到底倒霉的时候 欧洲还是俄罗斯 这是另外一回事 每个人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